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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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電玩Top1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ries 人非聖賢 死亡難免 玩遊戲時常會遇到角色掛點的時候 而那些死亡畫面更歷歷在目 電玩怪談編輯連結可慢 這次網羅了十大獵奇死亡moment 有的獵奇 有的血腥 有的震驚 而你心目中的死亡畫面有沒有上榜呢 一下含眾多爆雷和獵奇畫面 小朋友未成年趕快轉台喔 No.10 The Walking Dead 400 Days 這次打頭陣的是在2013年釋出的The Walking Dead 400 Days 本作的400天是Tilltale Games的陰屍路版外DLC 敘述五位其他生存者的支線故事 而其中第一角色的死亡畫面相當的獵奇 竟有玩家一棒歸下去之後的後果 光看這慘痛的臉還要選擇對話 真的是超級折磨的 No.9 Bioshock 生化奇兵 生化奇兵系列一直是玩家公認的蒸氣龐克恐怖神作 而初代會有一段關於重大角色Android Ryan的劇情 奇特的是他會控制玩家親自解決他 玩家只能眼睜睜的在這特殊的要求之下 一棒又一棒的失控送走這位關鍵角色 No.8 Biohazard 4 李昂又出來上通告啦 不管是惡靈古堡4 HD版還是惡靈古堡4終極HD版 跨平台跨到連名字都懶得改的系列作惡靈古堡4 真的是經典無誤 而其中李昂死亡的畫面 相信大家也是從小玩到大 最經典的莫過於電鋸男出場 二話不說就把李昂頭切開 這動作知力弱 簡直讓玩家待住個兩三秒 Number 7 TOM RIDER 古墓奇兵 電玩一姐蘿拉不僅上榜美高 這次也要來角逐死亡畫面 玩過2013重生的TOM RIDER 玩家應該知道為什麼會上榜啦 不僅遊戲死很大 各種獵奇畫面真的是歷歷在目的 沒錯要來了要來了 最經典的就是這一幀 Oh my god Number 6 Until Dawn 直到黎明 近年玩家一致好評的恐怖遊戲 Until Dawn 有著好萊塢式的電影劇情 玩家們每一項選擇都決定 劇情中角色的命運 其中的各種獵奇奇文畫面 相信是玩家們有目共睹 其中看似非常關鍵的人物 噴火難就這樣結束了生命 這畫面玩家們一定都傻眼了吧 Number 5 The Evil Within 邪靈入侵 由惡靈古堡之父 三上真思所開發的經典遊戲 邪靈入侵 除了是三上付出的代表作品之外 各種詭異獵奇設計的相當成功 讓玩家玩起來非常的有壓力 而小編覺得最經典的就是 鬼王關的這把槌子 那一槌下去真的超痛 醉痛打臉不解釋 Number 4 Dead Rising 死亡復甦 還是初代最美 Capcom 的 Dead Rising 死亡復甦 當年可是又買Xbox 360 的元凶之一 購物中心上演的殭屍求生 簡直是電影活人生吃的翻版 壓迫感及新鮮感也是歷代之最 遊戲中執著的瘋子群 更是奠定了歷代的特色 而瘋子之一的小丑 是初代裡拿取武器的重要角色 雙電鋸腰斬的死法 加上執著帶點失落的笑聲 現在重溫起來依舊非常的經典呢 Number 3 God of War 3 戰神3 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戰神系列 一直是玩家們心中不敗的動作神作 奎耶 各種血腥復仇之戰 更是遊戲中的高潮 戰神3 之中 一直被誤會成阿波羅的太陽神赫利奧斯 除了戲份很少之外 死法又是系列作之最 最後又被拿來當手電筒 真的想幫他寫個慘字啊 Number 2 Dead Space 2 絕密益次元2 血腥暴力的科幻恐怖遊戲 Dead Space 絕密益次元系列 絕對是眾口味玩家的必玩名單 流暢的電影過場修法 加上步步為營的恐懼感 血肉出現的頻率 絕對是讓遊戲限制極到不行 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眼球這關 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 都讓人雞皮疙瘩掉滿地呢 Number 1 Mortal Kombat X 真人快打10 此初代以來 就以殘忍又特殊的終結技為名的 格鬥遊戲真人快打系列 就是這次小編心目中的獵奇第一名啦 尤其是最新一代的Mortal Kombat X 更是將死亡畫面發揮得非常的有創意 光是處決技就能另外一票選個十大囉 而編輯心目中最獵奇的死法 就是JAX的終結技 不僅雙爽痛痛之外 最後還得來個挑釁息焉 潤創意潤血腥 Mortal Kombat 絕對是獵奇司法榜上有名的喔 JAX 贏了 Flawless Victory Fatality 以上就是我們編輯選出來的 十大獵奇死亡Moment 電玩遊戲白百款 而你心目中的死亡畫面又有哪些呢 有興趣歡迎到我們的留言區跟我們討論喔 也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多幫我們分享 電玩Top 10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而且還可以久保住 除了 封禮 社群組 全部打不利 小數目 真的假裝